今天的案例 總計是351例 有4例境外移入 所以我們在本土有274例 73例校正回歸 這一部分總共是347例 347例 那整個發病日都結於4月29到5月30 年齡是5歲到90多歲 新增本土個案347例中 其中293例有雙倍活動時 其以縣市54例中 有2例有萬華活動時 已知感染源46例 關聯不明6例 相關疫情調查持續進行中 指揮中心也公布新增45例死亡 當中為男性9位 女性6位 年齡屆也60多歲至90多歲 另外為避免疫情擴散 以及確保航空防疫安全 指揮中心評估後 將統一交通部民航局 所屬台北松山 台中嘉義台南以及高雄小港航空站 設立篩檢站 我們對於要前往 離島的民眾 總共有5個 國內航線的機場 我們會設立篩檢站 我們會全面要求 要搭機的民眾 要填寫過去14天的健康聲明 那如果現場有症狀的 那現場有症狀我們會立即採取PCR的檢測 那請他先返家等待檢驗的結果 陳時中表示 經過這一段時間努力 校正回歸 漸數漸次輕了出來 以慢慢減少 根據陳迪專業報告 自昨日30號為止RT值已降為1.02 就是到5月30號 我們現在的RT值是1.02 1.02 那我們在最高的時候 大概列於在5月13日是15 這段時間 大概有高達大概百分之 等於是15 RT值是15 那時候是非常的高 那當然我們在這裡面經過 5月15日的這個雙北的三級 那5月19 全國提升到三級的這樣的疫情警戒 那我們可以說說目前的疫情 我們是應該到了1 1.0 基本上朝向可控的範圍在前進 陳時中經一不指出 未來兩週還是要維持三級警戒的相關作為 不求將RT值降至1以下 機體戰略方向除了不斷穩動檢討三級相關措施 也要讓發病到隔離時間縮短 縮越短 疫情控制越好 原始新聞搞啊台北市採訪報導 繼續來看 今天